看五帝林东南半里处 你就会看到有一座不太大的墓种 上面压着一块巨石 这块巨石上刻有天子 后人都叫它鸭石种 提起鸭石种 民间还流传着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 当年 汉武帝一行人经过现在的茂林 他很快就看中了这里的风水 并且心中已经有了选择此地为林寝的想法 就在他心满意足地眺望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只奇异的动物向他跑来 这只动物的形状颇为怪异 像极了传说中的锐兽麒麟 汉武帝见此大喜 于是便搭弓射箭 可是没成想 一向剑术结出的他并没有射中 这只锐兽忽然之间就消失了行踪 更令人为惊讶的就是 在这只锐兽消失不见的地方 却突然出现了一棵长生果树 见到这样的情景 哪怕是汉武帝也大为奇异 本来就笃信鬼神的他 以为这就是上天对他的告诫 让他不要将此地定作自己长眠之地 疑惑的汉武帝始终不得要领 就像东方朔说起了这件事 东方朔认为 这突如其来的异兽麒麟 可突然之间长出的奇数 都是天降祥瑞 这一切都是上天在暗示汉武帝 要将此处选择为林寝的意思 并且他亲自探查这个地方 看到了此地的风水果然绝佳 在这里能够俯瞰四方 而且能够互通南北的龙脉 的确是十分难得的好地方 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意见之后 龙颜大悦 立即下令在这个地方开始修建林墓 于是耗时长达53年的茂林动工了 后来汉武帝就长眠在此 静静地看着他留下的大汉帝国的心衰起落 但是汉武帝死后不久 国运鼎盛的大汉王朝也慢慢地 因为皇帝的无能昏溃而衰落 这两桩事情似乎都在说明 东方朔的预测不够准确 甚至于民间还兴起了另外一种说法 很多人都认为是东方朔聪明过头 打起了皇帝请林的歪脑筋 因为他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于是私底下就将皇帝请林的营造位置 故意上一半里 然后暗中做了记号 亲手种了一棵树 方便自己之后寻找 公元前93年 在东方朔弥留之际 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 要将自己的墓穴安放在自己选定的这个地方 如此以后 东方家族一定能够希望发达 长久地富贵显赫 他的儿子便在茂林周围 找到了那棵东方朔亲手种下的树 将东方朔安葬在此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东方朔的林木在安葬之后突然暴涨 并且很快就有了超过汉武帝茂林的石头 这让天上的神灵也都出了不快 于是这位天神亲自制出了一块石头 压在了东方朔墓穴的顶部 也便就这样 遏制住了东方朔墓穴的掌势 东方朔的墓穴也就没能超过一代枪雄汉武帝 他的墓穴因此也被称之为压石种 后人因此也说 东方朔的林寝的风水的确超出了茂林 因为他在的墓穴可以躺着就能俯瞰长安城 但是在茂林就必须要坐起来才能看到长安城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竟然在一个风水手中被摆了一刀 这也是天下奇吻 当然我们所讲的也不过是虚无缥缈 子虚乌有的笑话 是从各种野史或是民间俗话之中构成出来的 不过是为了攻读者喷范之作 如果偏偏要将这当作历史事件的话 就不符合作者的初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